我奶奶常做的一个美食 就是面包布丁 面包切成大块 鸡蛋里面加白砂糖 牛奶 桂皮粉 豆蔻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我奶奶这个人很厉害的 自己生了12个孩子 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生了七八个 在我奶奶的80岁生日 我们总共有389个人 这389个人 都是我爷爷奶奶 开这三爷出来的 面包放上烤盘 我们再把牛奶鸡蛋倒在上面 倒均匀 这样要放大概15分钟 我奶奶也是经过世界第二章 对这个食物的夹制 就特别敏感 所以特别讨厌浪费 然后第二个她就每件要做13个人的 早饭午饭和晚饭 所以这种又简单又快收的 也特别适合这种家庭的 又好吃又惯饱的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面包布丁 我们要进烤箱的 180度的烤箱40分钟 搭配这个面包布丁 我们要做一个跳糖浆 所以先在锅里面加白砂糖 开小火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颜色上好了 我们在里面加黄油 先搅拌均匀 然后现在在里面慢慢加奶油 我们最后在里面加一点点盐 盐和搅糖是绝培 我们这样就可以灌火 这个搅糖浆就做好了 果然是有奶奶的味道 80岁生日之后 我们就389个人在里面 然后这个生日 它过了生日之后 两个星期它就去世了 闷到世界都闷了 蛮感动因为真的有那种就是 好的任务完成了 我可以走了 这个就是它的纳售菜